以下车就讲客家话 陶渊市长郑文燦跟客家族群拉近距离 客家活动他几乎场场必到 陶渊新族客家也能牵线结合 就算过往客家人被视为偏蓝族群 但是郑文燦七年耕耘 客家不再专属蓝营 最新民调陶渊市长郑文燦施政满意度高达58.28% 陶渊客家族群中高达66.67% 对郑文燦施政感到满意 如果以民调游览转率换算 在桃园能够左右显情的85万客家族群 国民党恐怕只剩下28万票 郑文燦是不分族群的来建设 来去像台山县也建设得很好 将来四伯客家会也会在桃园 现在客家族群已经改观了 对民进党的资政已经有不同的印象 客家大佬点名客家人众人情 郑文燦长期经营客家族群 不可能感受不到 郑市长常常在一个公务行程结束之后 就会想到我们到中立哪里做做 到平正谁家里做做 到龙台哪个前乡长家里做做 常常就会让这些地方人是觉得很卧心 成功翻转桃园客家族群 同时设下郑文燦障碍 目前民进党内呼声最高的郑运棚 接下党团干部练兵 只是要让支持郑文燦变成支持郑运棚 还需要努力 选队会应该会在五六月之间 一定会推出最好 最适合 也最强的人选 郑文燦为民进党打下桃园 蓝绿板块翻转成绩 连常年青蓝的客家人都能转向 现在只差延续政绩 这个挑战是否能达成 三连新闻张英杰 请红旗陈延豪 台北桃园重合岛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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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